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美国针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任敬阳 美国首都华盛顿最近举办了一次 国际无人驾驶飞机展销会 无人机的使用不断扩大 但要在商业领域上扩大使用 还需要引进一系列的法律 下面是我们的记者普提克的报导 无人机有很多优点 无人机一般都比有人驾驶的飞机的手价更便宜 操作和维修费用也比较低 批显无人机执行危险任务 避免人员生命受到威胁 无人机还能够为军方做很多事 商用无人机能够在恶劣环境中搜寻失众人 试测农作物生长 管理野生动物 播种、送药品 堪探石油 检查高压电路 甚至送外卖 在美国现在扩大使用无人机的 主要障碍是 是这方面缺乏完善的法规 联邦航空管理局管理天空 它允许在阿拉斯加等航空流量较小的地区 飞行有限的无人机 操作无人机的人 必须向飞机性能试验证明机构 申请驾驶证 这些机构对美国之音说 温送人员和财产前必须得到驾驶症 但该机构允许研发无人机 训练操控无人机人员 也允许为销售无人机所做的推销式飞行 航空环境公司计划 推出一种受欢迎的美洲炮式无人机 海德尔是这家公司的市场部经理 华盛顿会议中心的展销会上 到处都是无人机和直升机 但是也有遥控和自动的陆机和水下装置 制造商增双展示自己的产品 很多产品当初是为军方设计 但是亦能改为民用 李腾豪斯是应用研究公司的工程师 Aerial view, law enforcement, military, border patrol, fire departments We cater to military right now and border patrol as well as fire departments Law enforcement there is a huge interest for law enforcement 尤其是SWAT teams Being able to get the aerial view that they want 但是无人机商业用途展开得很慢 进度比技术进步慢得多 因为美国航空管理机构 还没有制定保护美国人私隐的政策 美国国会可能考虑通过一项立法 要等到航空管理机构完成保护私隐有关的报告之后 才允许大量使用商用无人机 同时製造商将继续向军方和执法部门提供无人机 记者普提克报导 越来越多美国医院利用大自然帮助病人康复 我们的记者艾尔马斯利 现在带我们参观 华盛顿附近的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养病花园 只要是医生护士找他 小悠悠就离开病房来到这个花园里玩 经见这个花园是从童话小王子得到的灵感 小悠悠为了医病 要定期和他的妈妈来到这家医院 上星期他刚刚做了手术 医院移科中心的布莱尔斯基说 年轻人离医院很容易紧张 他又说为了减轻儿童的恐惧 很多医院设法给弟弟留在一个 能够令人轻松的地方 而不是在诊室里等候 这就是这个治療树是代表的 一方让孩子在风险 触摸草 触摸草 触摸鱼 小王子花园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三个养病花园之中的一个 小孩和成年人 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都可以来 这些花园都是维莱设计的 治療树是相传的 维莱说养病花园应该具备几个因素 有足够的天空 有足够的阴影 有足够的阴影 有足够的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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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中种植的植物 是精心设计的 从听角、视角和秋角上 具有吸引力 维莱还在花园中做了各种表层设计 我认为人们看到充满的材料 会让他们感到更静 他们感到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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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行福普今次演的 默克康纳尔说 令人欢愉的景观 可以给病人感到舒适安心 你可以走进一窗窗 去探望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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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让你感到更静 更静 养病花园得到的反馈是积极的 我听到最多的讨论 是你不觉得你正在中心 但是你正在中心 这个就是大自然的养生力量 记者艾尔·马斯利报道 多谢收看 《美国针》製作的《美国传信》 我是吴敬药 下期节目时间再见